在学校是必须把一个爱心的种子 散播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 以得益人用心授业 在这个爱心学校的整个概念里面 我们是先成人后成才 所以提名学校的爱心计划 比较强调在生活花交易 都会设计一些种植的活动 我的小女儿她成长的过程 她就像一朵温室里的小花 她从不接触外界 她只是在一个虚构的电脑世界里面长大 就是在爱心计划的大领下 她慢慢地接触了泥土 在学校的爱心眼里 她种植了番薯叶 当番薯有成果的时候 她很高兴地回去跟我讲 我们的番薯种到很多 她那种喜悦 在电脑世界里面 我是看不到她有那种兴奋 我喜欢的活动是挂悬树 因为可以把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写下来过挂在悬树上面 然后看得比较有信心地把它给完成 万一失败我会明年再努力 许愿树 把它给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目标 让我们记住 然后如果有时会不成功 下一年也继续许回一样的目标了 直到成功为止 实际上我们让孩子们 洗下这个愿望最大的目标 就要把它们训练成 他们以后知道怎样的把自己的目标设立起来 大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清晰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除此之外 我们把烹饪的元素带进学校 让妈妈还有爸爸跟孩子进行一个比较亲子的活动 一些互动 比如说我们去做些年宴菜月饼 学生去体验做月饼的那种感觉 他们是很兴奋的 我们也做了一些马来文化的传统糕点 就像Onde Onde 在那个过程当中 那个孩子跟家长一起 在那边搓啊搓 Onde Onde 圆圆啊 象征着团圆的意思 老师呢是怎样好的 这类种田呢一起种田 要给云南了解这类种田 这类费啊咱来 这类费啊咱来 把路吃饭 别塞拍胜这类费 我们在家里面有什么事 在我们需要资料 我拿来一时 我们在一起去 他们就在家里 也有很多回家 他们在家里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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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家里有很多 都是在家里的 我们在家里 我们必须在家里 让她扔 她能 bagi 那么想要 把她就把她的 通过这样的行程 是她会把她的 是自己的 rotation 女生的方法 最好ense Чours 成为一个人 打扳拳拳拳拳拳拳拳 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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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的 而是自己的 森林不是在学习 但在自己的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